达类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 坦桑尼亚 我眼中的中国 2017年8月份 在2017年夏天的8月份 我有机会参加了为期两周 由孔子学院总部举办的 中国汉语桥大赛 这是我第一次去国外来到中国 这个旅行从MWL开始 游历乌斯坎巴拉吉尼尔雷 而机场达类斯萨拉姆到坦桑尼亚 然后第二天从迪拜机场继续前行 到达北京机场 在2017年的8月份的第三天 通过阿林球航公司 我一路沿途做笔记 因此我的报告都是我亲眼目睹和经历的 来到北京 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使是很小的事情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要接受一个新的文化 而且在以前我也从没去过其他的国家 在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 我不知道我该期待什么 像许多其他人一样 我有我的偏见 但是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我学到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因此今天我想分享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 感到惊讶的事情 2017年第16届汉语桥大赛 有超过125名 来自106多个国家的世界各地的大学生 我们参观了不同的地方 看到了一些惊奇的事物 我们参观的第一个地方是长城 然后是奥林匹克的鸟巢 2017年8月5日 我们从北京飞往长沙 在2017年8月6日 我们在湖南大学里举行了一个仪式 而且还参观了岳路图书馆 参观了湖南的文化 并且参加了关于中国的研讨会 我们在长沙中学到了一些方法 怎样使用缩写的词聊天 如5555意思是哭 886意思是白白了 从那一刻我们的气氛变得非常活跃 每个人都非常的友好 而且我们都认识了对方 2017年8月7日 我们乘火车去长沙 去橘子猪头看毛主席的纪念碑 这个碑有32米长 2017年8月8日 我们去长沙童谣馆参加一带一路 在那里我被选中在土壤上做手印 展示我们祖国陶翼壁画发射活动 并亲自参加了用机器和土壤制作陶泥的过程 也制作了中国的绿茶 红茶 2017年8月9日 我们在中国家庭里度过了一天 在那里我接触了中国家庭的一些成员 并且我们一起做了火锅和饺子 参观了不同的美丽的地方 像铁塔 还有湖南长沙洋湖湿地公园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我们还去太平街黄西南路逛街 再去去长沙的街边吃小吃搭地铁 而且晚上还去了PTV 在外国学生庆祝晚会上 大家都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 介绍着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 之后还有不同类型的表演 这个是展示我们最好的一面的好机会 2017年8月10日 我们去参观了岳阳楼 位于洞庭湖畔的腾王阁和黄鹤楼 它们的屋顶上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和悬银 衬托着绿色的森林 感受着湖南的自然美景 2017年8月11日 我们参观了宁乡草坪沙坪 观看了香秀的创作和长沙市工程博物馆的建设 以了解长沙市目前的发展状况 2017年8月12日 是我们最后一天 也是比赛日 我们看到了比赛作为观众和获胜者的宣称 外国人水平竞赛CCTV4频道播出 这意味着我们有趣的表演和大大的笑脸被曝光了 2017年8月13日 我们爬了长沙的越路山 我第一次看到缆车 那真是太棒了 我登上山顶 并且外国人给我们看电视塔 从越路的山顶看到了美丽的长沙城 我们和孩子一起开了派对 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件事 我要感谢在漫长旅途中的导游和公交车司机 他们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和个人生活故事的细节 丰富了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理解 同时我想感谢所有来自达类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和朋友们 感谢他们为我们在中国提供了食品 运输医疗保险和航班费用 最后我很高兴来到中国 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中国旅行了 但它总是让我想起那么多美好的经历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它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 我希望中国成功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到中国人生活的细节